在深山之中 独居的老人意外救下了一匹受伤的白狼 他们相互扶持 但在老人的葬礼上 狼静当着众人的面 做出这种事 惊险刺激的故事从来不止于电影和小说 现实生活中也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老人是一个独居住在郊外的人 他的房子建在一处森林旁 陡峭的山路和茂密的森林 让智里显得十分偏远和孤寂 一天老人出门打猎 意外地发现了一只白狼 这只狼被困在一个陷阱中 左后腿受了重伤 他在痛苦中呻吟着 老人看到后不忍心见死不救 老人善良的性格 让他立即决定救助这只狼 他慢慢接近狼 试图将陷阱打开 但是狼非常害怕 他咆哮着准备攻击老人 老人没有放弃 他缓慢地向狼靠近 同时哼着柔和的歌曲 试图安抚这只受伤的狼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老人成功地打开了陷阱 将狼从里面挤救出来 狼的伤势非常严重 老人耐心地为他治疗 老人将白狼带回了自己的小屋 开始的几天里 白狼很害怕 总是躲在墙角里 不敢接近老人 但是老人并没有强迫他 只是每天给他准备好食物和水 并在旁边安静地等待着 渐渐地 白狼开始放下戒备心 开始和老人互动 老人给他取了名字 并给他洗了个澡 从此白狼每天都会在老人的身边陪伴着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感激和依赖 白狼成为了老人的守护者 每当有陌生人靠近老人的小屋 他总是会发出威胁的低吼声 老人也开始放下了自己的戒备心 和白狼一起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他们会一起去采集野果 捕捉鱼虾 还会一起欣赏美丽的风景 晚上 老人会给白狼讲故事 白狼则趴在他的膝盖上 静静地听着 他们的关系像家人一样亲密 彼此信任 彼此依赖 对于老人来说 白狼不仅仅是一只动物 而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对于白狼来说 老人不仅仅是他的主人 更是他的朋友和伴侣 这段时间里 他们开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狼感受到老人的善良和温暖 开始逐渐放下了警惕心 他变得乖巧听话 并且常常陪伴老人打猎 采摘水果 老人和狼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亲密 狼也成为老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流逝 老人和白狼之间的情感 也变得更深厚 但人的身体状况 开始逐渐变差 他走路越来越吃力 需要依靠拐杖才能行走 他的视力和听力 也逐渐减弱 需要借助助听器和老花 竟才能看清和听清周围的事物 白狼开始非常担心老人 他注意到老人的每一个变化 并时刻关注着老人的身体状况 白狼总是陪伴着老人 不离不弃 为他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安慰 他常常在老人身边蜷缩着 静静地陪伴着老人 似乎能感受到老人的痛苦和不安 每当老人吃饭的时候 白狼总是会守在他的身边 等待老人的指示 然后才开始吃食 每当老人需要出门时 白狼总是会陪伴在他的身边 为他提供帮助和保护 随着老人身体的逐渐变差 白狼开始更加细心地照顾老人 他会用鼻子轻轻地拍打老人的膝盖 提醒他注意脚下的路面 当老人腰酸被痛时 白狼会蹲在他身边 为他提供支撑 当老人需要休息时 白狼会静静地守在他的身边 为他提供温暖和安慰 白狼成为了老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伙伴和朋友 他的存在让老人感到 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他们无言地友谊和信任 已经足以跨越时间和种族的限制 但老人的身体状况 仍是一天比一天差 白狼也越发担心 有一天 老人突然昏倒在地上 白狼惊恐地围着他打转 舌头甚至开始打结 他能感觉到老人的状况非常不妙 邻居们发现老人倒在地上后 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救护车很快就赶到了 白狼急切地跟在救护车后面 不停地舔老人的脸 表达着他的关切和担心 在医院里 医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 但是老人的状况仍然很危险 白狼静静地躺在老人的床边 时不时地舔势着他的手 希望这样可以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和力量 然而老人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 医生告诉邻居他们已经尽力了 但是老人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这些创伤 最终医生不得不宣布抢救失败 老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白狼感到无尽的悲伤和失落 他在医院里不停地徘徊着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他甚至拒绝离开医院 不停地污液着 似乎想要寻找到老人的踪迹 在老人的葬礼上 许多人前来送行 为老人送上最后一程 白狼孤独地坐在一旁 似乎也感受到了老人的离去 突然白狼开始不停地 刨着老人的棺材盖 发出嘀吼声 似乎在抗议人们的行为 许多人都感到困惑 不知道白狼在做什么 但有一些人开始感到不安 觉得白狼的行为有些异常 他们担心白狼会伤害自己 于是试图将它拉开 但白狼仍然顽固地坚持 不断地用力顶着棺材盖 最终 一些好奇的人打开了棺材 他们惊奇地发现老人还活着 老人的眼睛睁开了 他微笑着看着白狼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 人们纷纷欢呼起来 对白狼的行为表示感激 白狼在人们的掌声中 安静地躺下 好像知道他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老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经过一番紧急治疗 医生宣布老人已经脱离危险 人们都感到惊讶和感激 他们知道如果不是白狼的顽强抵抗 老人可能已经离开了他们 老人在医院度过了艰难的几天 白狼一直守在他的床边 时刻关注他的身体状况 终于老人的病情开始好转 医生告诉他可以回家休养了 老人心里十分感激白狼的陪伴 决定带着他一起回家 回到家里 老人一边恢复健康 一边与白狼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白狼也成为了他的家庭成员之一 老人十分感激白狼 时常用温暖的手掌抚摸他的毛发 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 从那天起 白狼成为了整个社区的宠儿 人们对他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白狼也开始在社区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爱护 他变得更加快乐和自信 与老人的友谊也让白狼在人类的世界里找到了他的归属感 日子一天天过去 老人和白狼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他们一起看日出 散步 掉椅 度过了一段幸福而美好的时光 而白狼也变得越来越乖巧 天化成为老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白狼陪伴老人度过了余生 直到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才离开了老人的身边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一种美好而深刻的友谊 以及一种珍贵而真挚的情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